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恐高啊 A干不了B也干不了 A还是得干 我就带着上来 就是LPD之前跟我们说过的 咱就说能不能快点 一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个调话准备好了吗 那准备吧 这紧张感来了 我感觉我都在走 你 节目还挺下雪本的 全都是电子化的道具 能拍过 流汗了 是的 这就是普世无华的人工扑克牌特效 它不废牌 但挺废人的 镜子为什么可以突然碎裂 答案就在他身上 你复得砸镜子 他们念的五股镜子碎裂 说明在场有镜中人 没错 还是普世无华的人工小锤 对 镜子的两边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人的世界 一个是镜中人的世界 如果镜子碎裂 说明在场有镜子 我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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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鬼啊 首先 要做到既美观又浅色 光背景板 我们就换了好几种 导演组一夜之间 自学了物理 化学 设计 装修 逻辑学 心理学等各种专业知识 四的那个你们试了几种材料 光影光业我买了三种 比较过密室好多的人 还有一种方法是打火机油加电池 那种操作是要专业的人来教 还有一种就是要哪种灯光好 昨天在试的是365波段和395波段 还要确定买多少瓦数的 这个东西它的核心原理大概是一个啥 就是紫外线有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照到了带有UV的这个 这个胶水上 UV知道吧 就是我们女孩子买的那个防晒霜上面 不是UV光多少吗 所以就是普通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就是得用紫光灯的那个UV才能让它显现出来 哦 要学会琉璃的书法 做一名敬业的粉刷匠 你不能把墓水干太多要吧 哦 镜子背后的影子就是她 今天是出演镜中人的一天 是的 选择你的原因是 我也不知道 我来说 是因为脸小 就是有的人的面具会盖不住脸 这个因为脸小而被选中的男人 她的宿命却是党 助脸 我们的关键法宝 除了这个脸小的男人 还有这张藏着玄机的镜子 单面镜就是我能够看到对面 但对面照镜子的人 别记得照镜子 其实不照镜子 背后是有人的 我们平时用的硬子是双重的 单纯的 一层小的一层 然后这是我们的验证物 M4飞机这个步骤证 在进屋子之后 我们都会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 举起你想验证人的面具 然后就会有一根 他的身份是 OS 所以在镜子这边就会出现他的身份 我就会看到对面是一张空白的脸 你能拍出来吗 看见了那张空白的脸 最后一步 在面具眼睛部分贴上西光纸 保证成员们在照镜子时 只能看最亮的那张脸 为了让成员们沉浸式玩密室游戏 我们真是煞费苦心呀 本期揭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